今天不知道你们看到了这一张图表 就是其中画黑线的这些部分呢 就是说在整个大台北地区 有用牵管的部分 大家当然都很担心 因为牵管 所以我们喝了十几二十年 甚至三十几年的牵水 在大台北地区有三万多户 而且惊人的是包括了 脑河街夜市 士林 师大夜市 还有观光客喜欢的永康街 都是用牵管 那么现在的北水处要派完工程 从原来的十年进一步 努力缩缩缩 缩到三年 柯市长说 三年已经是极限紧绷了 夜市小吃美食 不止台湾人爱吃 观光客也很爱 惊河街知名胡椒饼排骨汤 但爆出千管户 就是自家摆摊的夜市 让店家很头痛 资讯这么透明 如果大家知道会有这种 用水的疑虑的话 大家一定会担心 会不会担心生意有收到 一定会的 这怎么办 如果这样的话 会考虑比如说买水 会啊会啊 就毕竟用水那些都要用 所以就是怕影响 有啦 我们自己都会从家里 自己带水过来 对啊对啊 所以不是用夜市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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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这个 我们做吃的 水质品质真的要顾好 整理货物准备摆摊 用水大部分都是接旁边 住户的水塔 不只饶和夜市 永康商圈也中标 知名冰店 牛肉面店都在范围里 甚至士林夜市 十大夜市 童话街都在名单中 风云无阻加紧施工 将千管换成白贴罐 原本十年 钛换工程也将浓缩 三年内完成 要向弄它的千管的数量 超过比如说一百只的话 那我们会列入优先的 一个台湾程序 十年压缩成三年 当然不见得说市民 还会很满意的 不过老实讲 这已经是目前我们 我们可以应付的极限 民众怕喝到浅水 夜市店家也担心 这次浅水风暴 不加紧处理 恐怕会吓跑不少观光客 这叫黄杰阳特报道